看看场边大批的日本媒体围绕 就知道今天的对战组合绝对非同小可啦 没错 这场比赛刚好是大谷翔平和腾浪金太郎春训的初登板 今年刚加入运动家的腾浪金太郎首次登板投球 面对天使 而对面的先发不是别人 正是大谷翔平 毕竟赛还没开打就先制造轰动 第二局因为三次保送造成蛮累危机 不过腾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用三阵和双杀安全下撞 在惊涛骇浪之下 主投两局送出三四三阵三个保送 完成大联盟处女秀 至于大谷翔平今天只上场投球没有打击 而且他在春训投完这场比赛之后 马上就要飞往东京和日本队会合 因此想在春训基地目睹大谷风采的球迷 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咯 今天欧塔尼桑的球路依然犀利 主投2.1局两次三阵两次四坏 第二局同样制造双杀来结束对手的攻势 接下来腾浪会留在亚利桑那和球队继续进行春训 而大谷下次登场投球则是经典赛的首战 要面对中国的比赛了 相信各位球迷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吧